大家好,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节目,我是网友。 在马丁路德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我们将通过今天的节目带您回顾他的早年生活,民权运动中的角色,以及他对美国历史的深远影响。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内容。 马丁路德今日于1929年出生在亚特兰大、乔治亚州,他在一个充满信仰和文化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。 他早期的教育经历包括在亚特兰大的书院和莫霍斯霍尔学院学习。 随后,他前往波士顿大学,攻读博士学位,主修神学。 在波士顿,他受到了不同的思想和哲学影响,为他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丁路德今日的工作,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的社会背景。 那时,美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和不平等,特别是南方。 这个时期,非裔美国人面临着严重的歧视和剥夺基本权利的问题。 马丁路德今日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,他致力于消除这些不平等,并推动美国社会的变革。 在民权运动中,有一些著名的事件和抗议活动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蒙哥玛丽巴士抵抗运动。 这个运动在1955年爆发,马丁路德今日成为了该运动的领袖,通过抵制蒙哥玛丽的公共汽车系统,争取平等权利。 此外,伯明汉抗议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。 马丁路德今日在伯明汉监狱中写下了著名的伯明汉监狱来信,强烈谴责了种族隔离和不公平待遇。 这些事件标志着民权运动的高潮。 马丁路德今日的《我有一个梦想》是他生平中最著名的演讲之一,也是民权运动的象征。 这次演讲发生在1963年,地点是林肯纪念堂。 在演讲中,他强调了人种平等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,呼吁终结种族隔离和歧视。 这个演讲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,成为民权运动的标志性时刻,也为后来的法律改革奠定了基础。 马丁路德今日是非暴力抗议的坚定支持者,他认为非暴力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有效方式。 他将基督教原则融入了民权运动中,鼓励示威者保持冷静,不使用暴力,以引起公众的同情和支持。 这一非暴力哲学对民权运动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,使运动更占据道德高地。 不幸的是,1968年4月4日,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遭到暗杀,年仅39岁。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,但他的遗产却在今天仍然鲜活。 他的工作和现身精神导致了民权法案的通过,确保了平等权利。 他的遗产不仅在美国深远,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对反种族隔离和和平抗议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内容。 本期播客中,您与我们共同回顾了马丁路德金的生平、工作和遗产。 感谢您的收听,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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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